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您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的节目 我是Yvette Wu 在现在4月份5月份的这段时间 很多12年级的孩子在申请大学的结果 这个资料都已经出炉了 那么很多大学在申请文件 这个递交出去了之后 很多家长会问我们 12年级的成绩到底还重不重要 大学会不会列入参考呢 那么现在这个时间 如果您的孩子已经收到申请大学 他要你去上学的这个emission letter 那么可能他都会附上一个条件 就是要求孩子要在12年级的成绩 依然保持优异 那么不可以有低的成绩 如果有任何成绩低于C的话呢 也必须都跟大学做一个报备 那么一些学生如果在成绩上面 退步了许多 那么跟11年级以前的好成绩 有了非常大的这个落差 那么大学就要求你一定要在第一个时间里面让他们知道 那么接下来的结果呢 有可能要你在暑假的时候补修学分 或者是呢他也会需要你再递交一些补上去的这个文件 所以12年级的成绩非常的重要 通常我们学校的counselor在辅导12年级的学生的时候 在第一个学期跟第二学期的成绩都依然鼓励大家要做到最好 那么有一些学生呢在12年级也拿了一些AP科目 AP就是大学承认的跟这个大学在程度上面非常相当的比较难的课程 如果你的AP课程在12年级也能够成绩表现得非常好的话 那么在5月份你的AP测验通过了 那么进了大学之后 你这堂课就有可能可以去相抵大学里面要拿的这个课程 在我们的辅导经验里面也曾经看过有一些学生 好不容易辛苦的这个把所有的申请大学都递交了 结果都出来了 梦想中的学校要你了 可是一个不小心因为12年级不在乎成绩了 那么不好的成绩就有可能去删减了原来你入好大学的这个机会 所以加油要继续保持12年级的成绩 ACI南加州学院在网站上面有更多的申请的资料 还有我们的微博 您可以用ACI College Prep搜寻 能够看到更多的资讯 今天因为节目的关系 我们非常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丝 好